亞洲國際娛樂展和亞洲綜合度假休閒產業博覽會 6月4日上午舉行開幕式 活動預計將迎接來自80個國家及地區的 8,000多位業界專業人士 例展博覽集團亞太區總裁葉建藝介紹 今年亞洲國際娛樂展踏入第15週年 同時迎來亞洲綜合度假休閒產業博覽會回歸 積極配合特區政府一加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 兩個展覽為各界提供交流平台保持領先地位 繼續與美國博彩業協會合作 為客戶提供更多價值及回報 推動整個行業發展 美國博彩協會主席兼執行長比爾米勒支持表示 亞洲博彩業在疫情後的起步雖然較慢 但復甦勢頭正在加強 例如澳門賭收已達到2019年的75% 同時澳門旅客數目及非博彩項目投資持續增長 推動了經濟復甦擴大客戶群 該協會優先事項系打擊非法賭博活動 推廣負責任博彩 希望行業繼續打造令人難忘的體驗 共同為全球博彩業創造更好未來 本次展會於6月4日至6日進行為期3日 超過100家參展商 將展示當前博彩月落 和綜合度價村產業的戰端產品 解決方案及前緣技術 並設立專門的科技展區和科技論壇 參選訪 以上